女性要的是平等机会 要的是尊重 我是大马妇女行动学会 阿旺的主席何亦玲 你所收听的是榴莲台 JurianFM.com 榴莲当头之后高照 我们继续来天马星空 我是小庆 我是加玛 我是威儿 好我们来谈一下 不过我发现这个 咱们来谈到女性课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竖起耳朵 瞪大眼睛 它触及耳朵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瞪大眼睛 我就是不十分理解 是为什么 一谈到这个女性课题的时候 不过威儿你刚才说 你见了女性 你总是平视 平视 平视 那为什么 平视是一种尊重 我觉得对我来说 平视是一种尊重 俯视的话 是一种 那个不是尊重了 自卑 自卑了 可以说自卑 害羞 害羞 而且是 小心 咱们俩笑他 好不好 为什么 他没有生活经验 什么没生活经验 怎么说呢 那你很信念 那你来说说看 生活经验 对对对 你来说说看 平视呢 平视就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平视 对吧 但是所以 所以 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呢 要么就是俯视 要么就是仰视 对吧 小心 仰视是不敢看 好不好 仰视对于人来说 就是可能你会翻白眼了 如果搞不好 那角度不对 就叫翻白眼了 这是不礼貌 好不好 我再想象一下仰视 可能是对方长得太高 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不然我觉得我一般看人 我都不管是男是女 这完全是一个 一个positioning的一个问题 角度问题 对对对 角度问题 对不对 你在什么角度 你就用什么眼光来看嘛 对不对 但你在居高临下的角度 你当然是俯视了 对不对 你在这由下而上的角度 那你当然是仰视了 你即使是居高临下 你也不至于那么高到那个程度吧 那是小妹妹了吧 如果是小妹妹 我会蹲下来跟她说话 因为太高 她抬起头来跟你说话 对她也辛苦 她也辛苦 对你蹲下来就跟小妹妹说话 站起来就跟大姐姐说话 对大姐姐说话 对 是好 来咱们言归正传 这是三八妇女节 咱们刚刚过 刚过的不得不 咱们就是又提醒我们来谈谈 这个女性的地位的问题 对对 女权的这个问题 一谈到这个女权 就是我看我们这儿是二比一 对不对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女权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特别去强调 我也认为没必要强调 当你强调的时候 等于说它根本是不平等 一般上如果我们认为都很平等的事情 我们也不需要去争取 也不需要去强调 那如果你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那你认为说现在女权平等了 跟男权是一样的平等 男女平起平坐 我觉得这是根本没发生 不我觉得女权的这个问题 它产生于两点 一种是观念 一种是自然现象 所谓的自然现象就是说 在自然界里面 这个女性 她到底是在 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上面 比如说从经济的角度 政治的角度 教育的角度等等等等 这些不同的位置上 不同的岗位上 它占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 这是自然界上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观念 在观念上面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说是 应该是男女平等的 对吧 但是事实上 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 的观念里面呢 好像还是不平等 确实是在某些事情上 是平等的 有些区域上会更加的明显 像在城市呢 我觉得男女平等的 那个概念还蛮普遍的 所以刚才就像 我们这两位男士就讲说 不需要一直去强调 这个女权的问题 可是很多时候 在一些比较乡下地方 或者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村落 如果是我们不去提醒 这些女性地位 跟女权的事情的时候呢 很常时候 这些女人该有的权利 是被忽略 什么叫女人该有的权利呢 这是要需要划分一下 难道说是在家里 照顾做这个家庭主妇 就不是一个权利吗 难道说在外面 这个打拼的权利吗 我觉得那个权利 是一种选择的权利 就是他可以选择在家 或者是选择在外 可是 可是如果你失去了 这个权利的话 那就被说 你指定你一定要在家 而且是在厨房 或者是 就是你该 就是你被 你不是自愿性地 去选择要在家 这个是一个权利 可是我觉得它不是关于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一个权利 是人的一个权利吧 选择本来就应该是人权 对啦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选择权呢 很常时候 女性会 会 这个选择权比较小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在乡下地区 或者是在一些男权 男权社会 男权乡村 比较 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现象 可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富权族裔的社会 刚刚加码提到 我们说这个社会 就是女性在这几个角度扮演角色 可是却露提了一个 这个政治 我们发现到现在在这个马来西亚 不单是马来西亚 在国际上 有非常多的这个女性呢 都已经在政治上立足了 对 包括像这个最新的这个韩国总统 也是女性 女总统 对啊 越来越多了 马来西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女首相呢 这个 可 还有一段时间去等待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为什么这样子说 你认为马来西亚不可能吗 可能啊 只是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那个 我是觉得 什么时候才到 就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快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 我们流淆台的这个Facebook上 就是post了一个短片 一个短片 一个短片 这短片的题目呢 我给他写了一个题目 叫做这个女权从这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就从这里开始 叫大家去看看了 从哪里开始 从那边开始 这个对还是不对 各有各的说法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 就像咱们刚才讲到朝鲜 讲到富克兰岛 讲到新加坡之类之类的这些问题 我们总是要给人家一个角度 我们今天咱们谈的时候 人家说我们胡说八道也好 说我们就是绕远了去了也好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不是我们说的对还不对 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给这个角度给你 然后你顺着我们角度被刺激了 这个很重要 对吧 如果你觉得你被刺激了的话呢 说明咱们的这个功夫在这 如果你觉得听了就平平淡淡 喝一碗白开水这样子的话呢 那咱们功夫不到家 没错 因为这个女权已经谈了好多次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然是要以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切入了 所以加码这次我们是要从政治的角度去切入是不是 OK我们不是要从政治 我们先从这个女性的这个社会角度来 对他社会的角色是什么 社会角色是什么 女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她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社会指的是什么 包括家庭 还要我们把家庭区分出来 家庭是家庭 家庭是家庭 社会你走出来社会 工作上的 企业上 不那是企业 企业又不一样 今天在社会 就是说我们我们整个社会 比如说社会运动 这个环保 比如说这个政治 这也是社会的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这女人在这个社会 社会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其实今天你们看到了 就是韩国了 这个过去菲律宾了 后来印尼了 现在的这个泰国了 没错 这些这些都是女性都可以可以走上走上这个领导的岗位最高领导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领导的岗位其实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讲 其实女性的这个智商 情商都不差 对 这我认为 情商智商 对了 可以这么说了 都都都不输给 绝对不会输给 甚至可能轻 更更优越 更优越 对 有一些可能更优越 尤其是在一些抗压 抗压能力上 面对问题上 还是 还是 这这个 这一部分女人 有过某种这个基因的异变 他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 基因的异变 这个讲到好像变种特工了 比如说他在有些事情上他一定要够狠 他一定要够狠 就是比较有男性的这个这个特质存在 就是男性有的一部分的这个特质 他他他必须要有 他他不能至少至少一定要有那个影响力 不管他的这个影响力是从一些比较权强硬的方式得来的 或者是从一些女性比较感性比较比较情形性化的那一方面得来 但是他一定要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我们有时候往往会觉得 如果女性他进入了到了这个政治啊 进入到了民运啊 进入到了这个什么这一部分工作的时候啊 他会突然变得就是说他不家庭了 比较比较 然后我也不不做家务了 他没有时间做家务了 这是理由吧 这是理由吧 咱们看这个萨切尔夫人是吧 他还要去买菜呢 对吧 我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片子 那个女王呢还到杂货店去买东西呢 其实我我我本身有个疑问 就像这些已经站上这个高高权这个位置的这些女性呢 他们本身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思想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这个其实我们都很好奇 这是我们我们请了一位这个嘉宾啊 是来自社会主义党的中委啊 这个巴扬巴鲁的支部的秘书啊 苏苏华小姐啊 苏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你你现在是在在哪里 在槟城吗 对 在槟城 在槟城啊 好 刚刚过去的这个三八妇女节啊 就是正好撞上了这个大海啸 也撞上了我们的台庆 所以呢 那天呢 我们没有谈到这个女性的课题啊 今天我们补上这一课 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 对 就是讲到这个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影响力和地位和角色啊 你怎么看待就是今天的女性能够所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还是跟过去一样 就是女性其实半年多的成分 然后包括她在家庭里面 有这个半年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需要半年很多角色 但是社会资源却相对的少了 对女性的需要 那为什么你讲社会资源少了指的是什么 是钱少了还是什么 可能举个例子 就是可能女性来到 如果她要兼顾家庭跟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出现的就是她必须做一个 就是选择 就是可能她比较难 我们不会讲 一般上对男性对家庭的这一个 里面扮演的角色是相对的 比较包容的 但是女性的话 我觉得相对的 她是被要求更多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她就陷入一个两难的角色 当她要认为她要寻找自己的 这个事业的时候 追求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她并没有被提供足够的资源 来协助她 比如说公共错了说 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对女性来讲最实际的这个智慧资源上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多女性她把她已经已经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没有吗 没有 我就不生孩子呗 对吧 我也不养孩子呗 你再要我多一点的话 我连婚我都不接了 我不觉得生孩子是女性一个人的责任 或者她能够自行做的选择 就是其实她应该是双方吧 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男性的女性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种选择往往可能不是自然产生的 而是社会压力可能让他们 你所谈到的这个是女性已经掉入的这个婚姻的陷阱里面了 在还没有掉入陷阱之前 她应该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婚姻 我要是要婚姻的话呢 我可能这些东西我就被束缚了 对吧 如果我不想被束缚的话呢 我就不要婚姻 或者是我要婚姻 我也不要孩子 但是有多少个女性可以这么做一个 我们讲比较一定怎么说呢 一个informed的choice 所以这样子言下 她真的有这么多的选择 但是其实我们的 我们对女性的这个身份的扮演 还是有很多这个社会的束缚的 我觉得这个不论是在传统上 或者是现在的这个人想法 其实我是觉得虽然有改变 但是并不能说 女性真的能够做一个 这样一个很 她必须摆脱很多东西 她才能够做一个 自己一个真正独立的选择 不然的话 尤其是可能我们看到 能够做这样的选择的 可能想对她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然后她在社会资源上面 她比较能够怎么说呢 在柱细上有一种的这种 独立制度 但是如果是你讲 低下阶层的女性的话 其实她离这个选择 是更远的 或者是整个社会对她的 她所存在的一个小社会 那你的意思说 你的意思说这个 女权跟阶级也有一定的联系 那其实我想知道说 一个社会她怎么样的资源 才会让这个女性 并有这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去拥有刚才你所讲的 那个独立自主的 那个情况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 社会里创造了什么条件 来让这个社会能够 去上情人吧 对 所以就是那个条件 大概是什么 你认为那是一个 什么样的条件 那什么样的东西 第一是 一些公共性的 这一个 例如说 还是回到去 就是如果是家庭跟工作上的 对事业引擎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公共的 这个托儿服务 是一个很重要的 托儿服务 对对对 因为它让女性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选择的可能 它不是必须 自己亲力亲为 对对 就一定要 呃 在这方面做出一个困难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看吧 你刚刚说到这个 托儿服务 就是你首先 已经先认同说 这个带儿子 带孩子 这个这个工作 是由女性来做 落在女生的身上 对 那这 嗯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社会 价值观是这么确定 所以如果 所以这个社会价值观 当然我们应该去挑战 对我来说 我们应该去挑战 这个社会价值观 但是单纯的挑战 这个社会价值观 而去挺直到 你现在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掉入 就是 纯粹是纸上坎丁了 所以我 我并不 我本身并不认同 就是女性 天生就必须兼顾 这个家庭的部分 而男性 就是家庭里面的 这蛋是不需要 去兼顾的 这个我本身是不认同 但是社会 社会上的 这个 这个观念 的确是束缚着 这个女性的 这个 我觉得是 更多面的发展 所以怎么去 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们社会 必须去 必须去 处理的 去处理 整个社会去处理 那问题是在于 现在整个社会呢 或者你应该说 我或者我应该 这样子说 整个社会所 主导的这个方式 方向呢 几乎都是由 男性在主导 所以说你 你认为说 一个由男性 主导的社会 他会去想办法 解决掉这个 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吗 因为男性本身 他们可能 根本都不理解 所以怎么去解决呢 可能就是 女性 女性 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 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 因为他 当然 当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 不论是 中纪也好 中纪也好 他还是 他有这方面的 这一个 经验 跟这个敏感度 跟这个触角 所以我相信 就是这样会对整个 所谓的男性主导 带来帮助 但是这 所谓男性主导的 这一个社会 是否有制造更多的 超到更多的机会 帮女性来参与公共事务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我们所应该 其实你注意到吗 很多的这个政党 几乎所有的政党里面 或者团体里面 都有一个妇女组 对 先生 我觉得这个妇女组 是否刚好就是 限制了女性的发展的 一个因素呢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各个政党 就是除了你 单位女组所谓的 因为很容易的 就是女性 在参与政治的时候 她就是被剑在 一个妇女的 这个女秀的角色 对 但是她不能是一个 全民的灵性呢 我觉得她有一个这样的 目前来讲 她过去是因为 可能很多女性 就是受教育低 然后在家里 不出来工作 所以她有一个 所以她有一个妇女组呢 就专门去做女性 这方面的工作 那今天女性受教育的程度 已经很高了 你看很多大学的这个招生 女生都比男生还有多 女生的成绩也比男生还要好 那今天你这个妇女组呢 这很很很奇怪 就是说OK 好 女人就去搞女人的事情 算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 便利 就专门去做女人的 女人的这方面的 这个工作活动啊 也好 或什么 这是其一 其二 有才华的女人呢 这才华女人 刚刚刚刚露头的时候呢 就去当妇女组主席就好了 就就就给一个位子 给你在那 那是个陪衬 对 所以我感觉上就好像 在政党里面呢 就这些 我刚才说男性主导嘛 所以那就好像是说 哎 男人是你不要来管 这这你们要管 你们去去那妇女组 对 去妇女组就好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意思在里面呢 我觉得妇女组 他本身 我我我并不清楚 我们政党没有妇女组 但是 就妇女组的成立 他可能是 妄得够 我比较正面看待是 他希望能够 一个 一个女性的情态 让女性来出来参政 但是如果 女性的这个 参政因为妇女 她的参与 因为妇女组 而局限在某一个 某一个 怎么说 某个level的话 我觉得 这样女性就是被利用 或者妇女组 其实她 她没有发挥 她原本 她原本应该只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 一个平台 但是她不应该 建成一个局限 就是你 不论她 当她参与 公共事务的时候 她能够有 女性的触角 她能够有 这方面的经验 来让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公共议题 有这样的角度 但是她不应该 被利用来 只是为了 怎么说 服务 把她局限在那边 对吧 对 而不是去挑战 这个制度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认为说 现在 因为你本身 也是在政党当中 那如果 这个社会 变成是由 一个女性 主导的一个社会 那她会对 整个社会 造成什么样的 一个情形呢 会不会和现在 这个男性 主导社会有分别呢 我觉得 这个太遥远了 太遥远 所以你自己也认为 是不可能 是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是难以反向 然后第二点 是 其实 我相信 所有 女权 女权的 这个 争取者 或者是 女权运动的 这个发展方向 也不想 创造的 以女权 来作为 主导的 这个社会 而是 在 两性平等 然后在 两性平等的 这个 这个 前提下 我们能够 怎样更照顾 更照顾 社会 就是不同阶层的 尤其是地下阶层的 这一个 人民的利益 公共利益 我觉得 这个才是我所认同的一个追求方向 我觉得 谈女权 主导这个社会 我觉得是 并不是那么实际 也不是 所应该 追求的 平等也好像不太实际 怎么说 因为太遥远了 因为如果你要达到这个平等 首先你必须先主导 你不主导的话 你怎么去达到那个平等呢 我觉得 话许应该这么说吧 可能不是来到一个阶段 女性能够主导整个局面 而是 整个过程 女性 就是必须 女性不能等着 被承认 或者被肯定 或者是 被赋予权利 这样没有权利的人 就是 被边缘化的人 她不能干等着 为那个权利 或者是 她们的需要 如果是 为特定的 利益集团服务的话呢 她是永远不会 被施责的 而是 必须是去争取的 所以 可能这个所谓 主导性 比较像是 要更主动的 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 怎样和一些 能够认识到 这个女性平等 这个议题 也很重要的 男性 一起去追求 这一个 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不觉得 她单纯 靠女性的力量 能达到 施华 我想问你 作为一个女性 那么 在社会上 现在 就是在政坛上面 有那么多的政党 就是国阵也好 或者明年也好 那么多政党 每个政党 都是为了人民的 都号称是为了人民的 对 那你为什么偏偏去选择 社会主义党呢 就 第一点我认同 他们的政纲 社会主义党 他们的政纲 然后 他的这个 他所用的方法 他所追求的民主 就是 基本上 社会主义党 他 我觉得在 在所谓的民主上 所追求的是 更多的人民的 基层人民的参与 是直接的 那个参与 而不是所谓 通过 一个 纯粹的 领袖 或者代表 去为他们 做决定 我觉得 你有这样的 一个方式 才能真正 让民主 那么说 就是有更 好的选择 为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为 这个公共利益 那是不是 也就是说 你注意到 就是现在 市面上 所有的这个政党呢 他都 都不完全是说 要为低层 这个人事服务 都为这个 比如说 这个 中层 或者是中上层 或者是精英 服务的这个政党 那么 社会主义党呢 是比较关注于 这个低层人事的 是不是 这是主要的差异呢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 就是说 整个 所有的政党 其他的政党 我不觉得 他就是 完全代表 一个利益集团 因为 其实在政党里面 也有 不同的 这个 社会人事的 参与 不同层面 不同阶级 甚至是来自 不同的 背景的人 有所参与 所以他 他当然在 为他的党员 负责的时候 他必须照顾 他党员 其他人的 这个利益 但是整个 社会主义党的 路线 他争取的 是扩大 整个 这个 民主固间 然后 就是一个 可能是 负权于人民 的这一个方向 然后 我觉得 他做的工作 比较实在 你认为 社会主义党 会得到这个 很多人民的支持吗 我觉得我们 还是一个 蛮新的政党 而且我们的 整个 可能整个发展 都是 还是比较 小规模的 但是我相信 认识我们的人 知道我们 怎么去看 这一个 社会制度 然后 怎么去 怎么说呢 怎么去改变 现况 我相信 他需要 蛮长的时间 因为 他的确是 不一样的 这个 政治 怎么说呢 跟我们一般的 政党政治 可能就 的方式 比较不一样 比较 不像一个政党 反而比较像一个 这个 社会运动 对 那你怎么看待 就是 目前的 这个 最低薪金制 还有这些 中小企业老板的 不满 还有这个 外劳的罢工呢 我觉得 可能就是 如果你讲外 所谓外劳 就跟女性 我觉得女性 一直以来争取的 同工同酬 是一样的 所以当女性 要争取 同工同酬的时候 我相信 她 争取 同工同酬的 女性 能不能同 如果 就是外籍人士 她们 辅出的努力 是一样的 她们应该也享有 这个 一样的 这个 权利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是不容置 那你 你觉得社会 我们的社会 是跟你们 你有一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 可能 主流的看法 我并不那么 肯定 但是可能 主流的看法 就是 比较 像于 我还有很多 一些 其实外劳 跟本地劳工的 这种 我觉得多少 会有一点偏见 包括整个 我们的 媒体上 得到的资讯 然后我们 对其他 其他 外来人 是 比较少接触 然后不了解 我觉得 这样的偏见 是 是 的确存在的 只是 我们的 我们的社会 到底 就是 在 我们的 不论是政党 执政党也好 反对党也好 甚至是 公民团结也好 到底是 巩固 这样的偏见 还是逐渐去 去提倡 这个 就是打破 这个偏见 我觉得 这方面 就需要 下更多的 努力 据你所了解 明年现在 接受 社会主义党 作为他们的 成员之一了吗 还没有 准备什么时候 接受 大选过后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 因为我们 已经做了 我们该做的事 可能就 不轮到我们 来回答吧 是这样子 那你觉得 你觉得 这个 社会主义党 能为女性 做些什么吗 我们 政党里面 其实 也曾经谈过 到底 就是 不女主 应不应该 我觉得我们政党 应不应该 设立妇女主 其实你有过 这样的 这个讨论 但是我们的结论 是觉得 就是 我们需要 男性女性 一起去 怎么说呢 就是 坚定坚的 一起去争取 这个 社会 社会正义 所以他不应该 是 区分开来 然后 但是同时 我们也 我们也有 我觉得我们 也有意识到 女性在这个 社会上的 这一个 被不公平 不平等的对待 是的确存在的 所以 怎样 创造更多的条件 让更多的 女性参与 公共 公共 事务的同时 你也怎样去 跟大家 一起卖一下 这个目标 不论是男性 还是女性 所以 你要认知 这一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我们 我们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 不是把女性 去现在 一个 一个 扶女主 或者是 任何的 这个女性团体 就是 是 肩并肩 一起去 创造更多的条件 但是的确 问题是存在的 好 那谢谢你 那个苏华 我们谢谢你的联系 谢谢 拜拜 再见 刚才就是 在讲到 我们的 这个社会 可以让我们 女性参与的 那些公共资源不足 其实非常少 你看这样 如果说 在 如果你说 说政党 这一部分 其实在我国 在29位 内阁部长当中 只有一位 女部长而已 所以她 上一种比例的 0.03% 0.03% 是少得可怜的 虽然你看我们 有非常多的政党 是有女性在参与 可是真正 这个活跃在 这个 政治活动当中 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如果 以这样子的比例来看 你不去参政 你不去做 这些社会运动 你怎么能够 让整个社会的 这个形势改变呢 我就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就是 刚才讲说 就是你首先 就是要有一些 阻碍你 就是女性 比较顾虑的 一些 一些公共设施 你要为她分担 可能在孩子的部分 或者是在 其他的部分 那这些资源充足了 那她就可以 全心全意的 参与这些社会 你看吧 当你这样子 说的时候呢 你已经先 把这些东西 套在 女性本身 就应该去负责的 这个责任了 其实我觉得 当一个就是 如果要谈男女平等 其实在婚前 这个平等会比较均衡 在婚后呢 很多这一些家庭事务 特别是孩子的 这一个这个责任 女性很自然 就会扛在肩上了 我认为不应该是 从平等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谈了那么多年 谈了那么久 从来没有 就没有真正平等过 所以我觉得问题 是不是出在 并不在于是 平不平等这个问题呢 而是在于大家 对个人的这个责任 或者职务上 有不同的一个认知呢 可能都认为说 女性扛起这个家 照顾家里 带孩子啊 雇家里 这些工作 就是对女性的不平等 而这些男性 要去负责 是不是这样子呢 男性当然也是要去负责 只是女生在这一块 他会 因为孩子是 他十月怀胎生的 所以他对他的那个关爱 就很自然的会 他会特别关注 所以当男生 他出外打拼的时候 他就会很自然的 我就是 就要照顾这个孩子 那如果我要出去上班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孩子 先想办法安顿好了之后 他才会没有后果 为什么爸爸 不会这样子讲呢 爸爸不会这样想 这个孩子 我应该安顿好后 除非我想说 当另外 可能是当他的太太 全力向外冲的时候 这爸爸可能就会想说 让我们来看这个 翁中介他怎么说 他说在部系社会里面 高成就的女性呢 要付出一些牺牲的 这是这个 在部系社会里面 而且是高成就的女性 他就要做出一些牺牲 那么 牺牲 他身边呢 有很多的 有太多的这种 非常高层次的 顾问级的这些医生 都是没有结婚的 因为没市场 尤其是在马来人里面 住家男人讲起来容易 可是呢 很多都是被社会 尤其是别的男人所歧视 那我们今天的确会歧视那种 就是说 你只在家里带孩子 你不出来工作 不跟我们喝酒聊天的 这个我们很歧视你 这个社会是这样子 不过对于我来说 我倒不认为这是一种 其实不应该去歧视他们 因为带孩子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如果你带过小朋友 你不歧视我们连你一起歧视 那没关系 在家里是单待两天试试看 他就知道那些辛苦 是是真的那个 其实是有辛苦能到吗 其实没有什么辛苦 带孩子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加码还没带过是吗 我只能够说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可是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没有什么很难 难到比我做节目还要难吗 我不可能比我做节目还要难 小孩子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容易摆平的 你哭了就给他喝奶 尿湿了就给他换尿片 那他不喝怎么办 他哭了他就是不喝 他不喝就哄哄他 他就喝了 有那么容易哄吗 这个小朋友还真容易哄啊 如果有这样子 你相信他为什么最终喝了奶呢 就是因为你哄了 不是 是因为他肚子饿了 就是肚子饿了吗 饿了他就要喝奶吗 那你可以不用哄他 他都自己喝奶 而且小朋友会喜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是个好事 你给他一个范围 他就不会跑出去 那那个范围他就喜欢跑出去 他怎么可能会听一管 就是在那个范围走 对 其实其实也说起来很难 但是实际上并不难 你还是认为不难 这的确是不是一件 我认为它是一件可以是享受的事情 可是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它不是容易的 我觉得正是因为它容易 所以它才让女人去做它 是吗 我是觉得真的是这件事情 可能加马真的是没有带过小朋友吧 没有带过小朋友的经验吗 那何以见得呢 对不对 可能加马以前是很乖巧的 就容易带 可是如果带到像我这种小朋友呢 他们就要头痛了 我觉得不需要像你这种 要用那种铁链给拴住 这个是事实 这是真的以前有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知道加马为什么说容易带了 当他搞不定的时候就拿铁链 所以就很容易带 所以这种是霸权 好 这个我们线上有这个阿龙 阿龙我们要问问他 他带不带孩子 阿龙 你有没有带孩子 你有没有带过孩子 当然了 那你想加马 加马是同性了 他不会有这个 想要带小孩的 所以你觉得这带带小孩的 这个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吗 你不要乱讲 不简单 不简单 那你这个爸爸带孩子 你觉得他 就是他如果当你要全心 冲你的实业 或者是在这个社会 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这个孩子会不会成为 你的一个小障碍 负担 你再讲一次 我听不清楚 你问的问题是 当你要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番大成就的时候 然后这个孩子 会不会成为一个你的负担 或者是你的顾虑 会牵绊着你 为什么 你看 这个不用不用不用 阿龙说 我都能有答案了 我瞬间就有答案了 这不但不能吃 不会成为一个负担 而且成为一个安慰 成为一个欣慰 对不对 阿龙 对啊 对啊 就是一种推动力 推动力 推动力 是吧 你看 没有没有 那我换 那个推动力是 阿龙 我们可以联合召开记者会了 那我换 我用小青的这个问题 换一换角度来问吧 那如果今天 OK 因为我相信带孩子 也是你太太在做的事情 是吧 先问这个问题 我也太太也不在做 工人在做 所以这件事情 你跟你太太都没有 都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可以 全心全力的去拼 那如果换成今天你需要带孩子 就是就是呃 你你需要自己带孩子 同时你也要为你的事业打拼的话 那你认为这个会不会为你到造成一个负担 不会啊 为什么孩子会说成为说 如果你自己要带 你自己要带 可能可能你是对负担这个词比较敏感 阿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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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看啊 这些年轻人啊 他就没有没有阶级性 你知道吗 他没分阶层 我们才好 他们他们他们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不得不自己带 所以他有那么多的烦恼 是吧 对他们不想生 如果你今天要要有孩子 你肯定会有一个计划 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让人家去顾 有很多时候计划不是在计划当中的 有时候你看现在就算是给保姆 还是放托儿托儿所 也有很多事情发生 会很不放心的 嗯 那那我我就我就说嘛 如果你今天你不想要有孩子 那个也是你自己本身的前例 当你有了你想要结婚 婚后你想要有孩子 你有自己的规划吗 怎么样安排安顿你的孩子吗 你看我的孩子差 跟我的女儿差一岁半了 你知道什么阎名吗 因为我看到我这边讲这边算了 就是看到我妈还年轻的时候 你这都飞出去了 还这边讲这边算了 是 是啊 你太坏了你阿龙 可是阿龙这个说法有根据 有根据 确实在我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很多啦 就是趁老人家还健全 还健全 还能够照顾 就快快生了 这个东西我好鄙视 你知道吗 你怎么鄙视 当然鄙视了 促进婆孙感情 婆孙感情有很多方式去促进的 不是让他带着 你看刚才你还在说 这小孩子满地乱跑怎么办 你看这个婆婆 这个这个婆婆啊 婆婆有经验啊 在地下跟着屁股后面走 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了 对公公婆婆有经验啊 婆婆带他们的时候 阿龙啊 是不是带你的时候 就跟你赶鸭子的时候 你自己出去到外面找吃的 对吧 所以很简单 那个时候带孩子 没那么复杂 今天呢 在高楼大厦里面 condominium里面 对吧 你孩子自己下楼坐电梯 你会放心吗 你不放心 对吗 没有 我认为时下的年轻女性 就是会跟婆媳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他们会比较 有些老人家 可能他照顾孙子 比较随和 就好像说我们要冲来的时候 我们要摇那个奶的 奶瓶要摇的时候 他的拇指会压住的时候 这样摇的时候 有些年轻的媳妇就会看到 那个不卫生啊 你的手挖了很多东西 西境你挖了那个洞 又这样摇那个西境 跑进那个奶 当然他这样去跟婆婆 家婆里面这样生论的时候 家婆可能心里会想 他妈的 你的老公 你这没有说西境感染 现在我还帮你照顾孙子 你还诸多问题来去讲 就是时下的年轻人 你自己又没有本事去照顾这个儿子 但是家婆帮你顾 就是这个奶奶帮你顾的时候 你又诸多的那种的 讲究那种卫生 所以延伸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有些很多的 老一辈子的也比较聪明 我宁愿不顾 完全不顾 拉上这种问题 不帮你去顾的时候 对你这个家庭 又是一个负担 孩子生出来 又没有人的照顾 让给破儿所 又成为一个负担 早上又送过去 放工的时候又要接回来 那种生活 防茫吗 防范照吗 对我来讲 我早起也是一样的 每天早上起来 送我孩子去我妈家 回来的时候 自己的家 感觉到是好像 一个第一天罢了 睡觉起来就是处 睡觉起来就是处 没有意思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 但是我妈家里面又有房间 为什么我们不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来讲 是减到很大的负担 这就是女性的抬头 开出来的条件 我要跟你结婚是可以 但是我要跟班出来 现在你问回去 跟我家人老人家住爽 还是你自己住在一个家里爽 其实如果这样子说 是不是说现在的女性 就比较喜欢自己住这个家庭 不想跟老人家住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换成说 她们在家里也不会扮演 其他的原本传统妇女 会扮演的角色了 因为她们如果是要搬出来住的话 不可能自己照顾小朋友 很多时候都要自己打拼事业 所以就要交托给一些佣人了 现在这个女性的角色 这个地位已经在这个社会中改变了 她们变成了事业性的女性 而且不单只在事业 在政治上她们也参了非常的多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说一概就是说 女性出来这位工作就是她们拿高薪的 或者是受了交易很大的 也有一群人就是说 我不想做我母亲的伟大 就是照顾这个小孩子逃避那一个责任 你看有些人的薪资才一个月赚了一个 office girl 是一个月才赚了15块 16块 但是她孩子给人家照顾 一个月就要将近到1000块去 你说那个开支的收入来 最好讲还剩下500块600块 划算吗 但是她还是宁愿去到职场上 都不能够做一个前职的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女性 你要问女性 这个是女性问题 女性问题 女性问题 她怕这种责任 她怕做这个东西 对我们来讲 算这笔账来是很大的 差别 值得吗 你自己问一下 我觉得这是男性的问题 我觉得是男人的问题 是男人导致他们必须出来这样子做工 你出来做工 你跟你孩子被人家照顾 你才增加那500块 对你来讲够花枝吗 你做工 你还要那车油 还要自己的赤 所以在你的角度来讲 说在这个情况底下 那她最好 就特别对这些薪资比较少的女性 那她最好就是 干脆不要做了 不要做 在家带小孩 那这个开资反而还可以 比较可以控制一点 是吗 我是不可以这样说 我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这样说就是弃势女性 但是女性有她的权利 她自己选择走这样的路 所以你是说你不理解 为什么女性她不要这么做 有些女性也是很直接讲 我就是不想照顾小孩子 假如很麻烦 那么会实际吗 我做工 照酒晚五 这样回来的时候 对我来讲还是一种轻松 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从她的薪资 跟她给人家照顾 给保姆 照顾人那种对比的时候 你剩下多少钱 是值得吗 但是可能在她的立场 我还是值得吗 因为我开心 我去把这个责任 宁愿我去跟人家打工 但是我都不想去照顾那孩子 只是说晚上的时候 看一下孩子 或者是拜六礼拜 我带着孩子 这个已经是足够了 实际上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事案 女性有这样的一种的卡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带小朋友 是女性的一个天性吗 其实是啊 是女性的天性 其实我觉得是 好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那现在的女性 有好多都不带小朋友了 会不会有一天 虽然你说是天性 可是她一直不带 那她又不懂怎么带了 那她的孩子 她没有办法把这个知识 传授传授下去 她孩子也不懂得 怎么带她的孩子了 那以后久而久之 是连自己女孩子 都不懂怎么带自己孩子 整个家庭 没人懂得带了 她基本上就把自己给废了 我这么讲呢 为什么呢 就是她在她年轻的时候呢 可能她还可以依附一个男人 或者她不依附男人 她自己赚钱 她可以可以 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对吧 但是如果她有一个孩子 她又不去带她 那个孩子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女人 就给废了 我觉得是把她 自己的天性磨灭了 她自己 就把自己 久而久之 就是在这方面的 这个能力就会退化了 那到有一个 他不是退化的 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他有一个孩子 他又不去带 那个孩子的话 他基本上不是个人 可是男人也是吗 你看样子说 他基本上不是个人 那男人怎么样 我觉得 这带孩子的身 责任也可以 放在男人的身上吧 男人 他就是说 他有孩子 如果你不带你的孩子 那你也可以不要了 对 完全正确 对男人来说 完全正确 就是男人来讲的话呢 他带孩子的 有宏观的带 有微观的带 怎么 那可不可以 你身上 宏观的带呢 我觉得可以分时段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比较 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 两个人都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亲的话 那干脆就是分制 一个人带一三五 一个人二四六 礼拜天两个一起带 那我就比较同情那个男的了 如果他的老婆 对他提出这种要求的话 我就相当同情他了 为什么 是吧 阿龙 你老婆敢跟你这么说话吗 我要抗议 我要抗议 你为什么抗议 你听我说 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说 男性都要去照顾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你们妇女主 应该是要向有关 你看 需要妇女主了吧 OK 你最好说 就是说 当太太 生孩子的时候 男人也要享有 一个月的 月假 所以我觉得真的 男生 真的是应该在 妻子生的时候 要有一个月的假期 这个我认同你 我要照顾 对啊 你还要照顾太太 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 你看我妈 几会体贴我了 我这个可以大声讲的 他讲说 阿龙你明天有做工 你去我房间睡觉 我帮你看 你看 因为我们要 需要做工了 他们做业子的时候 是有两个的 两个月的那个产假 男性有嘛 但是反而是外国公司 马来西亚有 如果你做外国公司 他至少要有三个礼拜 太太 生孩子的时候 你想有三个礼拜 反而我们马来西亚 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福利 为什么妇女主 不为我们男性 申请这样的一种的待遇 而一直为女性来讲说 两个月还不够 我觉得他可能 要复女主给男性说话 他就不叫复女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 去提倡一下 这很好啊 是 我就认为 我就不说 不公平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 确实是啊 真的是当一个家庭 有了孩子的时候 是两个人都要一起 负的责任 所以你说如果男性 要有一个一个月的妻子的残家 那我是觉得合理 你这么讲 我突然想起 朱星驰有一个电影 叫什么长江什么东西 长江七号 七号 长江七号 他那个孩子 就是他自己一手给带的 对 对吧 所以男人如果有这种精神的话 所以你该怎么骂女人 你就怎么骂 对吧 阿龙 是吧 你要有这样的精神的话 你该怎么骂 你就怎么骂 如果你没有这号精神的话呢 那你就 闭嘴 就闭嘴 就不要讲这么多 就不要讲这么多 我分享一个精神的体验 一个看到 观察到的一个 一个情况 相不相信 如果一对夫妻 离异过后 那两个小孩 由父亲来 带大的 带长大的 他的母亲 那个他的 如果妈妈 是离开 或者是去的他国 跳飞机 年十五年回来的时候 那个孩子 由父亲来带大的时候 当那一个母亲来认这个两个小孩子 两个孩子的时候 孩子是刚开始 可能他会有一种抗计 两三个月过后的时候 他还是认为这个母亲的 还是会跟回妈妈的 那种关系很要好的 这个我就看到一种情景 就是母亲的伟大 如果今天那个结社的调换出来 是孩子 爸爸 抛弃的 你过了十年 十五年 你来看到这个孩子 长大的时候 父亲要来认为这个孩子 孩子不认 孩子就是不认 这个就是很大的不公平 所以我就是要讲 女性 孩子是他十月怀胎生的嘛 你不要抱着孩子来养 你就让老公去养 改次你来回的时候 孩子还是归于你的 你就要 不要抱着那个包袱 让你成为一个 你把绑手绑脚 这一点是我看到的 很贴实的一个 现实的状况了 这个就是对我们来男性来讲 不公平的 我们也不能够埋怨的 真的是怀胎九个月 是他们的伟大之处的 在这边的 你不管做爸爸 做到怎么样起好 跟妈妈隔离十年二十年 妈妈一回来的时候 孩子过了两三个月 就完全能够接受了 接受他的妈妈 有一种的令的那种感觉了 反而父亲的这个结社 是做不到的 我不知道你们认同吗 这点是我这样观察的 这个 要寻找科学 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我相信是看样什么状况 可是我觉得孩子真的是 孩子对妈妈 对妈妈有一种 比较亲的那个感觉 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是不是做到你的 那个程度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 家庭背景 对 而且要看发生什么事情 对呀 很难一直干打 因为父母离异 这些事情是 有很多家庭因素造成的 对 所以阿龙 咱们再讲一讲 这个一个女人 这除了家庭的 这个角色之外 在一个公司里面 对 他应该 应该 应该怎么样子是 扮演他的决策 刚刚我们每次讲 蓝女平等 蓝女平等 就是他的焦点 让我们社会 整个模糊掉了 可能他们所要求的 蓝女平等 只是可能在这种 工作上的领域上 这个资产上的领域里面 要要求平等 但是回到原点的时候 就像刚才嘉宾 那个 苏小姐 他也是强调说 有些什么价值观 女性还是要扮演 她自己的角色 这一点的时候 但是职场上 我认为你要公平的竞争 而不是所谓的 有一种固打字 这样的东西 你要达到30% 我认为 如果对女性来讲 有一种侮辱 如果你有这个人力 你就在这个市场上 你去竞争 大家这个为止 是让你竞争 你可以爬上这个位置 都是可以的 只是那种的 蓝性的观念 你要去打开 而不是你一直要强调 你一直要强制 人是很反弹的 当你一直强制 你要这样的公平 你要这样的最大的时候 你也自己掉入了 那个陷阱 自己由我限制 你看一下 这个社会现实 有很多人 如果是男性做上司的话 那下属就没很大问题 可是很多下属 对女性上司 有很多话说 而且有很大的不服从 这又怎么说呢 那是谁的问题 那是肯定就是说 你本身自己的问题 你不能够接受 对不对 而不是那个女上司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有批事 你更为你受打压的 如果你的心态 你可以放松 我不管是 阿狗阿猫 不管黑猫是白猫 只要能够做到 老实是猫 有能力的就是 你觉得潜力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受 但是你要说出 你的能力 但是如果今天 靠的女性 坐上那个位置 靠的是那种圆胶 靠的那种是关系 靠的那种是美色 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 William你会服他吗 肯定不服 而且这些 他有这个本钱 他有这个本钱 让他查到 那个目标的时候 可是好多 好多人都会认为说 你看一般上的 这种说法 就是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人 坐上那个位置 他肯定是靠某一些关系 肯定不会靠实力 这是一般 这也是另外一种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 常有的一种说法 对很不公平 那又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 怎么去改 改不了吧 对不对 那就让你看到了 有没有这个实力 就算他有实力 就算他有那个实力 他也会讲说 闲话还是有啊 就是因为他 他长得比较好看 那问题是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大家都把 闲话总不能把一个人 给推翻嘛 对吗 对啊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讲说 人言可畏啊 男人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不会面对这样的闲话 对 可是当女人坐上 同样的位置的时候 他多多少少 必须要接受这些闲话 跟老板有什么关系啊 跟这个什么关系 才能坐上那个位置啊 很多人这样的说 我觉得如果听惯了 也就没事了 哎呦是 这个人言可畏 这个他还不能把你吃了 也不能把你灭了 他能让你 其中一种不公平 心理压力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说 这些这些现象 听久了 习惯了就好 这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人 都是这种文化 所以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也是一种 这个常年累月下来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抱怨 今天我们来谈这件事情 说哦我抱怨 就说我女生坐这个位置 就被人说闲话 你抱怨不抱怨 反正都总有人说你闲话 阿龙 把电话挂了 直接不想说话了 阿龙被这个闲话给淹没了 断了 我的电话 直接给他挂了 那没关系了 好 谢谢阿龙了 谢谢阿龙了 好 那个其实在谈到这个女生 在公司里面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 其实竞争性 有的方面 就是比男生要来的强的 对 而且 他有一些天然的这种 能力 看是做哪一个 哪一个部门 OK 如果你说是在销售部门的话 就是出外做sales的时候 无可否认女性确实有一些优势一些 特别是一些年轻好看的 不是一些优势 是很大的优势 对 他只要稍微嘴巴甜一点 样子好看一点 然后也是有 然后当然他必须要有 有一定的销售技巧 那跟同样能力的男性 就是销售技巧 一样的男性 他的销量呢 女生肯定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我还是不完全同意 我也要看那个产品 你要看产品 你销售的东西 就会同样的产品来说吧 我不赞同你说的 就是男女同样的技巧 卖同样的产品 那女生的成绩好一些 这些是不见的 有些产品的话呢 我只买男生的 那女生 我不赞同 我不赞同 就是说你卖汽车零件都好 我所知道的 推销员还是比较好 如果真的是这个女推销员 或者是真的长的样子很标致 很标青的话 然后又懂得稍微一点说话 他不需要很好的销售技巧 我告诉你 他的成功的几率 几乎是超过50% 可以说超过70% 还有我就举个例子说 不说那么大样的 就说简单的一些东西 可以到夜店去吧 对不对 有一些销售那种香烟的 那些 这样女孩子穿得挺性感的 你也看不到他漂不漂亮 可是在那黑暗中 你看是挺漂亮的 你跟朋友去吧 我朋友 这个我倒不满 因为我不吸烟 OK 我朋友呢 也不吸烟 可是去到那边 看到 这个女生 就跟他 哎呀 不要买这个香烟 他就买了 你不吸烟 你买来干嘛呢 我就问他 你不吸烟 你买来干嘛 买来不干嘛 我请旁边人吸烟 反正他觉得说 这个这个女生漂亮 他就要找一个机会 就跟他搭讪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外在条件 这个和你刚才讲的东西 有什么关联的 这个人只不过就是 有点爱色吧 不就这 不就这道理吗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别的地方 我说的就是说 就是一般女性 他不是脑子灌水 他不要的东西 他去买 他不就是脑子灌水吗 如果卖的 如果卖的那个人 是一个男的话呢 你会去买吗 不会 男的会买吗 或者是女的会买 这也有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买呢 也有可能买的 所以我就讲的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买色 他不是买产品 对不对 对呀 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讲的 你要举个另外一个东西 举个另外一个东西 比较恰当 比如说小琪你说 卖车 卖汽车零件 对吧 这类东西 OK 汽车零件这些东西呢 我就敢说 这个女生 女推销员呢 他可能就是一个强势 就为什么呢 汽车他卖的 他是零件 他不是整车 对吧 那零件来讲呢 就有原装的 有这个组装的 或者是就是 什么其他厂家生产的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 都很标准化的 对 他那个 你不用去考虑说 这个零件到底是对啊 还是不对啊 反正他卖的都是对的 没有错的 而这类东西呢 这个女销售员呢 就有他的优势 其实任何一样东西都有 但有些东西就不一样 你卖车 那就不一样 不一定这个女的 就能比这个男的会卖 这很简单一样东西 没有 就是在同样的训练之下 两个男女的地都差不多的时候 不不 女的成绩还是比较好 基本上女的成绩就好 不过男的 这是很肯定的一样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举个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啊 最好的妇产科医生 我问你是男的是女的 这个不是 男的 对吧 这个不是销售啊 这不是销售啊 我这谈销售啊 谈销售就好了 我们再讲着 推销行 对对对 推销行业就好了 这来推销 卖车的 卖车的 你就看有几个女的 是女的多还是男的多 我只能够说 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对销售 车子兴趣不大 对 他们没有兴趣 要买车 不是兴趣不大 他们对这个汽车的 他不是兴趣不大 因为他他智商 智商有点 有点差距 我觉得 我觉得智商 我觉得智商跟卖汽车 没有之间的关系 除非 除非他很努力 他很努力去了解这个汽车 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就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就跟性别没有关系 有关系 这个就跟性别没有关系 那么如果他又对这个汽车 非常的理解 他又非常的漂亮 那他可能比这个男生 要卖的好 对 我们就是站在同样的条件下来 谈这个东西 比男生要卖的好 我们就是谈同样的条件 那除了 我们就跳开销售行业 他基本上 因为他没有同样的条件 因为他往往他漂亮的时候 同样的知识条件 跟技巧条件 你错了 小心 你完全错了 他漂亮的时候 他这个智商他就下降了 你知道吗 这句话我觉得就 抓到地方 我跟你讲 漂亮的就有一点 这要从 你社会抗议 是要从 这是大部分来讲 我这是讲的大部分 不是 是吗 你的意思就是 结论就是 漂亮的女性 是智商比较低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其实我告诉你 这样子会被很多人攻击 你要从统计学来 这个角度来看 你一定要从统计学 这个角度来看 有这样子的数据吗 我觉得不一定 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跟你讲几句 为什么 为什么 通常 这个漂亮的女生 她小时候 她就觉得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 她就觉得 她有这种 优越感 优越感的时候 它就造成 她不太努力 就很容易 就得到一些东西 这种 这不漂亮的女生 她觉得 有时候有点自卑感 她又没办法 她又非常的努力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 很多女强人 都是在中间的 就是既不是很漂亮 也不是很不漂亮 而是这一部分人 都是女强人 在这个部分里面 在这一块里面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她有一个基本的素质 就是她 她可能身材也还不错 长得没有 没有小妻 那么漂亮 其实现在 现在对于漂亮 在社会上来说 已经没有一定的定义了 因为只要化妆 然后有戴假睫毛 怎么样 那还是差得很远 不要太胖 那基本上都算是美 那还差得很远 但是这女人 她有另外一层 就是说她的气质 另外一个 对 她的气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也不能这么说 她是如果 她很难看 她有气质 再怎么也好不起来 我告诉你 不会 一个人的气质 散发出来的时候 你会很自然的 想要接近她 你就不觉得她难看了 那个时候 对 你不会觉得她难看了 这我认同 其实这是一个折中的说法 你这只不过是一个折中的说法 不是折中 是感觉 其实我告诉你 她为什么你觉得她不难看 她至少呢 她还是有一个底子 她还不到一很难看的地步 那个时候 她再加上气质 她就 人家说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对啊 只有蓝女人 一个人怎么样才算长得丑 其实真是有丑 现在眼睛小 现在眼睛小也不会算太丑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的那种审美观 由于整个全球化的因素 所以已经没有很固定的 这很难讲 小青啊 就说有的时候 这道菜 你说别人能吃 我告诉你 我这道菜 我真是不能吃 这个不怎么 那是你个人 各花入各言 可能是不能说 那朵花不漂亮 但是男人 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致命的问题 就是他找不着女人的时候 就谁都很漂亮 就什么 对了 小青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也不见得适用在每个人身上 对不对 咱们这么说话 是不是把观众都非常的反感 对啊 他们悲歌流连台了 这个完全就是把女性的社会角色 但是我看了一下 但是这个收听率反而在增加了 他们是在争论了 这个流连台 对你的说法很有意见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也没什么很大的这个特别意见 也没有看到什么 对对 大家都只是在听 看我们怎么自圆其说 所以其实女性在一个公司里面 在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你的这个姿色不错的话呢 其实你是占了一些优势的 是 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这是无可否认的事情 但是但是我觉得但是越漂亮的女生 她要付出的努力越大 但是一个一个这个比较有有有什么 有定律的有定律的这个领导人的话呢 他他不会为为为为姿色来来平定的 对吗 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说 因为你在一间公司里面 你不是对内而已 你还要对外的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整个卖相 整个包装 有这个包装能包装起来更好的话 我是身为一个领导人 我肯定会给她一个机会更大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她很漂亮 对吧 但是她过通能力不好 她怎么去做sales呢 可以培训呢 对啊 有的东西是可以培训的 有的东西是培训不来的 你看吧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可以培训下来 外在已经有了 她已经先占了先天性的优势 人家说天时地利人和 她占了这个先天性的优势 就有这个人和的部分 已经暂时先解决了 那最重要是其他东西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外在的东西有了 也就是内在的东西 更加让你不可思议 更加让你沮丧 对吧 这要看吧 她不止于存到那个程度 我是觉得 因为每个人的 再智商再低 也不可能是说 当你接触人多的时候 这个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什么鸟都有 所以你这总而言之呢 有的时候你是失望多 这希望小 往往都是这样子 就是有的东西的是 可遇不可求 人才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没错 可是这个社会 是很视觉性的一个社会 视觉性它指的是男人 男人的视觉性 女人不是吗 要看男人 女人也是 要看男人这个视觉背后 有没有理智 如果他视觉背后有理智的话呢 他还是能够前进的 你认为难道 难道选一个比较漂亮的 来做这个主管那些 先给他一个机会 这个就不理智吗 对不理智 为什么不理智 但他首先 这个是很理智的考量 你首先要不是看他漂亮不漂亮 你首先是看他有没有能力 对对 我是说在一个平等的这个状况下 这个人长得比较有姿色一点 或者长得比较好看 即使是男人 长得比较帅一点 那肯定他机会会比其他人来的更大 不一定 我还有另外一个考量 除了能力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考量 什么考量 就是他忠诚不忠诚 这个忠诚 对 忠诚你怎么去知道 当然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你问任何一个做经理人的也好 做董事的也好 做什么也好 他忠诚不忠诚 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那如果你要这样子说 你把忠诚都是摆在第一位了 忠诚下来之后 如果两个人都有的话 那会选哪一个 男的女的 你看 比如说忠诚度 能力 沟通能力 这些条件都一样 还看跟不跟我friend 靠关系 关系重要吗 我告诉你 关系怎么来 这个人有卖相一点 或者整个包装比较靓丽一点的时候 他关系就比较好了 你反正 你反正是无论如何 你都要证明这个女的 只要她漂亮的话 她总是胜你一筹 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她未必是 很多时候是 有时候确实 未必是 有时候确实美貌会带来一定的那个 所以才讲说 在内部行政的时候 这个女性要站上去高的位置 领导阶层的位置的时候呢 确实她要比一般的女性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不要被别人说闲话 这个我赞同 确实她们付出的努力是比较多 而且而且老板在选择这个比较漂亮的女性当经理级的领导人物的时候呢 她也是必须要先顾虑他人的闲言闲语 所以她要选这个漂亮的女生当经理级的时候 她也必须要给她更多的磨练去证明她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当上这个经理 而且你看看在政治方面吧 我们看看这些当选的总统当中 这些女性总统当中或女领袖当中 有哪一位是真的是那种 这种这种看不能看的呢 没 你看他们都会写啊 就像这个泰国首相吧 这个银路 OK 都会写啊 美丽以智慧并重 对不对 这个这个韩国的女首相 叫姓 这叫什么名了 我自己也忘了 也是以美丽以智慧并重 所以你看这个美丽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对女生来讲呢 这社会整个整个标准都觉得说 这个女人如果她有一定的优势 她有能力 那她肯定是一个占了比男人还更大的优势 男人也是一样 其实其实也不也不完全对 这些话也不完全对 因为她怎么走上来的 一阶一阶台阶 一级一级走上来的 你说你说这个谁美到哪里去啊 这个过去这个阿基诺夫人美到哪里去啊 你说这个 刘七枝 又美到哪里去 其实也是因为她的努力奋斗的故事 她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这背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 你看这个这个谁 邓颖超做了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那么高的职务 这个女人又是她老公又是总理 她美吗 那也不美 这起码 这起码她有 他OK 这个这个是另当别论啊 对不对 所以你你这种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就是完完全全站不住脚的 你的说法也不见得站得住脚 这对这 你看啊 这个女人每一次她是一个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呢不能代表全部 对我没说代表全部 我们都没说代表全部 所以还需要努 还需要一些能力上的栽培 你栽培也好怎么样也好 那你最终还是要看你的能力行不行 这是最终的 如果如果如果有样貌没能力 那也没有 那也不行 所以咱们达成了一致了 就是说这个能力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 美力是次要的 对吧 我认为是平等的 我始终认为是平等的 能力是重要的 忠诚度也是重要的 然后才能够排到这个 她的这个长相怎么样 都是平等的 怎么讲都是平等的 我认为都是平等的 都是同等重要的 都是同等重要的 好了就算你对了 好吗 算大家都对了 好 咱们还有什么可以 可以就是说 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纪念 三妈妇女节的时候 在这个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会角色 谈到她的这个家庭角色 也谈到了企业的角色 所以今天你说 做女人或者是做男人 哪一样是比较好的选择 都不容易 男人不好当 女人也不好当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要么就当个帅哥 要么就当个美女 还是有优势是吧 对 帅哥优势也很多 就是其实我觉得 她可以是优势 她也是一种 一种祸水 童颜是一种祸水 对吧 她可能也是一种祸水 你看 你看有多少这个美女 都是就就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社会 如果如果不 不是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 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原因的话 那如果你有智慧 她就不见得是一种祸水 你能说 就是说这些美女 到最后的这样子 落得一个这样子落魄的结局 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看什么样的落魄 我说如果不是外在的因素 是这样子了 好了 那今天咱们也说到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有点 有点振奋 有点激奋的东西 不能说到这个 女性说到女权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越说就觉得这种越灰暗 我们应该像那个小朋友那样子的 就说啊 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这女性呢 就是越来越越越 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开放 地位地位越来越高了 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这个很快呢 就得到这个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这个什么 执政执政权了 然后呢 这个经济在家里的经济状况呢 就越来越吃重了 等等的 我就是可能可以做个结论吧 就可能在听着的朋友 就是女性朋友呢 就我 我是认为说 其实女性有这个 要当权 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能 最重要是要达到个平衡 就是这样子了 好了 我们感谢各位听众 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 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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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